女神周海妹 这位倾国倾城的女演员 可是有过风光无限的时刻 回顾她的经历 发现她曾是香港地区 最受欢迎女演员 更是金庸老先生心目中 周芷若的完美扮演者 那年轻时的周海妹 绝美地令人忘记呼吸 在03年 她差点让金庸老先生 为她改变小说结局 年轻的她曾经想参选香港小姐 却因为过于青涩未能成功 但这并没有让她气馁 相反 她通过各种途径踏入了演艺圈 开启了自己的辉煌时刻 周海妹的颜值高的让人窒息 连续三年被评委 香港地区最受欢迎女演员 可不是盖的 她的电视剧更是创下收视记录 那时候的她风头无两 对比如今的她 不禁感慨时光荏苒 尤其是在《以天屠龙记》中 周海妹的扮演让金庸老先生直呼 如果我知道是你演周芷若 我就改结局了 如果我知道是周梅演的话 我就会把结局改了 让周芷若跟姜吴姬在一起 这可是金庸老先生这位文学大师亲口说的 足以见得周海妹当年的演技和颜值 有多让人惊叹 剧中周芷若是张无忌的初恋 然而 观众似乎更注重周海妹本人的魅力 金庸老先生对她的赞誉 可不是浪得虚敏 认为她的颜值 完美契合小说中周芷若的形象 更有趣的是 金庸老先生甚至曾想过 将周芷若改成女主 可惜这样的改变 可能会激起援助粉丝的不满 然而 时光无情 岁月不饶人 但她依然保持着自然的气质 她的颜值 是被金庸老先生认可的 是随着岁月的积淀而更显沉稳 所以 她是那个年代的女神 是金庸笔下的完美周芷若 岁月流寒 但她的风采却是永远的 或许 这一次的以天涂龙记重拍 我们能够在新的演员身上 找到新的惊喜 但周海妹那个曾经的璀璨时刻 将永远闪耀在影迷的心中 周海妹离婚后未婚未育 上一豪宅改装成菜园 洒脱活出幸福 57岁单身女神周海妹 情感三段路走得纷繁复杂 却从未因婚姻而妥协 她是那个绝强独立 敢于追求自由生活的女子 每一次感情的收场都是分手 却始终保持着对幸福的追求 小时候 她在海岛长大 那里的成长环境 让她养成了独立 绝强 勇于拼搏的性格 天热了 她跳进海里尽情畅游 下雨了 她居然在屋檐下洗淋浴 这样的雨中浪漫 可真是难得一见 17岁 爸爸想让她变得更淑女 于是推着她参加了 港姐选美比赛 在舞台上 周海妹穿着橙色裙子 翩翩起舞 她的洒脱帅针之气 在舞台上迸发 虽然最后只进前15 但这个机会 让她正式踏入娱乐圈 这位不按牌里出牌的女子 很快在电视剧 杨家将中抢尽风头 成功上位 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明星 21岁 她与吕良伟闪电完婚 但感情的裂痕逐渐显现 因为吕良伟期望她退居家庭 而周海妹正事业上升期 最终两人选择了和平分手 她并没有陷入自怨自艺 而是迅速投入工作 演绎了更多热门作品 1998年30岁的周海妹 引起了董事长吴世荣的注意 两人频频同行 感情逐渐升温 然而周海妹患上红斑狼疮 吴世荣的耐心逐渐消磨 最终选择离开 面对感情的破裂 周海妹也没有沉沉于自怨自艺 而是专注于工作 等待下一段真挚的感情 2002年 周海妹来到内地发展 遇到了一位七岁大趴的建筑师 尽管对方不知她是一人 两人的感情却因理念不同而告别 三段感情的失败 并未使周海妹沮丧 而是选择专注于工作 等待着下一个真挚的感情 2014年 48岁的周海妹在《五妹娘传奇》中 继续以绝美的姿态出演杨妃 尽管岁月不饶人 她开始尝试一些反派和妈妈的形象 在2018年的新版《以天屠龙记》中 她出演了《灭绝师太一角》 却遭到非议 被指责年老色帅 不过周海妹并没有在意这些言论 她选择退出公众事业 开始了隐居生活 周海妹将她上一豪宅改造成一个菜园 亲手培育花草蔬菜 在这片属于她的天地里 她养了一只金毛犬 收养了两只流浪猫 与宠物们共度日子 这样的生活看似平凡 但对周海妹来说 却是充实而知足 她还常年资助福利院 回报社会 尽管没有伴侣和孩子 她依然活得充实而快乐 香港巨星周海妹因病辞世 演艺圈失去一位传奇巨家 粉丝齐心悼念 12月12日 一条让演艺圈和粉丝心碎的消息震惊传来 周海妹工作室发布公告 宣布这位香港著名演员 因病医治无效 在2023年12月11日悄然离世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如一记重锤 深深打击了我们心中的才情女星 演艺界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 充满魅力的巨星 而她的粉丝和观众 也在这个沉痛的时刻 纷纷为她默爱 周海妹1966年出生 香港演艺圈的资深演员 她的演艺生雅自1985年开始 当时她以继军的身份 跻身香港小姐竞选 随后她签约了 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正式踏入了演艺之路 几十年来 周海妹参演了众多电视剧和电影 她的演技精湛 形象深入人心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在众多角色中 她最为人所熟知的 莫过于《以天涂龙记》中的周芷若 她将这个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 勾画出周芷若内心世界 和成长历程的丰富层次 这一表演不仅成为该剧的经典之一 更让周海妹在观众心中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然而时光荏苒 命运变幻莫测 在她57岁的时候 病魔终结了她在这个世界上的演艺之旅 据周海妹工作室发布的公告透露 近年来她一直饱受疾病之苦 虽然奋力治疗 但病情却愈发严重 最终在12月11日 她安静地离世 这个消息让她的家人 朋友以及无数粉丝感到无比悲痛 演艺圈失去了一位财情横溢的巨星 而观众们也失去了一位 曾经给予她们无尽欢笑和感动的演员 周海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演员 她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担任多个慈善机构的形象大使 她用自己的行动 展现了演艺明星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 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她的趣事无疑是演艺界和慈善界的一次巨大损失 在漫长的演艺生涯中 周海妹用她出色的演技 和无私的公益事业贡献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在艺术和慈善领域的贡献 将永远被铭记 而她的突然离世 让我们对生命的脆弱和珍贵 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愿她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发光发热